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邀您一同 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一部七百页的黄黄剧著 那是台湾新诗史 由联系出版公司刚刚出版 这就是将台湾的现代史 从它的起源开始 一直到现在 做了一番完整的整理 全书开头的时候 有很长的导论 接下来把从日制时期 一直到今天 台湾现在是分成几个不一样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萌芽期 接下来是承袭期 断结期 展开期 回归期 然后是开拓期 和最后的跨越期 用这种方式就罗列了 在每一个时期当中 一些比较活跃 也在现在式的创作上面 有着原创性成就的一些诗人 当然选择哪些诗人 写进到新诗史里面 则一定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 我们大致的快速的 为大家介绍一下 例如说 在断结期当中 他们就选了 季璇 青子豪 方思 杨幻 吴望瑶 黄和声 余光中夏金 还有郑仇语 白秋 到了展开期 那有荣子 洛夫 雅玄 叶维莲 伤秦 碧果 罗门 另外 这个时候 余光中第二次 他在这个时期 也有他特殊的贡献 所以也放了进来 还有管管大荒 另外有杨木 周梦蝶 白秋 白秋和余光中一样 在断结期 已经展露头角 到了他们认定的展开期 又有他 另外一个时期 重要的作品 问世 摘下来 我们看到了 李奎贤 玲玲 秀洪 方兴 方琪 以及 陈秀喜 到了回归期 也就是表示 在原来的西方 超现实主义的基础上 这个时候 多加了一种 本土或者是 中国的关怀 这一段时期当中 被选入 写在诗史里面的 包括了 罗钦 还有 洛夫 也有了这个时期 他的特殊的发展跟贡献 余光中 郑仇与杨牧 则之前就已经奠定了 相当地位的诗人 也在这段时期当中 有了他们自己的 相应的发展 接着 比较年轻的新生代 则是 杨泽 罗志成 武圣 林焕章 向阳 张措 喜慕容 芳儿真 温瑞安 还有飞马 和杜眼 接下来进入到了 开拓棋 开拓棋 是在原来的 现代诗的基础上面 又有另外一些 爆发性的 不同诗的风格 被开创出来 开创这些风格的人 包括了 夏宇 杜石山 罗钦 李明勇 林耀德 陈克华 罗志成 陈李 陈家带 简真真 陈一枝 苏少连 刘克湘 白林 朵思 罗英 渡方攀阁 利玉方 冯青 林语 王启江 隐灵 红红 徐慧池 洛夫 杨木 张默 心语 韩相名 然后到了最后 一路也就是 一直到 我们当下的 被他们称之为 叫做跨越期 在开头的 第一章 《导论》当中 这两位作者 从历史开始讲起 历史学家 所处理的对象 是过去 所谓的过去 今天只能够依靠一些 残存的迹象 或者是碎片来再现 然而文学史家 所处理的对象 虽然也是过去 但这过去 并不像一些档案文件 皇室的法令 或者是 营建的账单那样 成了化石一般 死气沉沉 和今天的生活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文学史 还一般的历史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是有他根本上 性质的差异的 因为 李白杜弗的诗作 就像 莎士比亚的戏剧 Rubens的画作一样 迄今 仍然 许许 有生气 依然 在美学上 感动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 依然拥有 取之不尽的 可能性 所以 接下来 他们 引用了 法国 上一个世纪初 著名的文学史家 朗诵 他所写的文学史方法 这篇文章当中 所指出的 我们文学史家的对象 也是过去 但这是 今日依然存在的过去 虽然听起来 有点拗口 但这就是 关键的重点 文学这样的事物 它既是过去 也是现在 所以 两位台湾新世史的 传述者 他面临的是 同样的情况 不同的是 处理的对象 除了少数诗人 跟诗作已经成为过去 大部分都还在 现在当下 也因而 台湾新世史的撰写 就要面临 当下还在 感动的时刻 而则汉 面对 已经 过去的诗人 以及 作品最大不同 那就是 你很难避免 受到寄存对象的干扰 所谓的干扰 并不意味 但其实 也意味着 这样的一本书 这样一部 新世史 一定会有一些诗人 因为这些诗人 人都还在 他就会指着你说 你怎么别挖写进去 或者 这些诗人 既然已经还在 看到你写它 就可能 用嘲讽的口气说 哎呀 你根本不了解我 等等 的确 其实也一定 会有这样的干扰 不过 对两位作者来说 更重要的干扰 那是 一个时代 所形成的文化氛围 还有对于写历史人的期盼 乃至于 转述者 自己预期的批判 回应 这都会使得 在下笔的时候 会感觉到 非常困难 动辄得救 因而造成了干扰 这样的干扰 对同时代的 钻石者来说 是难以逃脱的 孟凡跟杨宗翰 他们这部 《台湾新世史》 写作大纲 先向外公开了之后 当然就引发了 许多的干扰 不过有的时候 这样的干扰 也带有 醍醐灌顶的效果 提醒 写史的人 可能有些 什么样的疏忽 或者是偏颇 虽然 诗史的传述 从来都不可能 是客观的公正的 或多或少 都带着 史家的偏见 偏见 也就是立场的宣誓 每部文学史 当然一定都有 传述者 所占的位置 就算有人说他 博取咨询 即使有人宣称 他如何的包容 并序 采用中和的立场 来钻石 但这种宣称 没有立场 仍然是一种立场 在尽量替处 同代人的人情干扰 必须要六亲不认 《台湾新世史》的 这两位专属者 他也就告诉我们 并不会刺激 欺人地说 我们绝无偏见 或者说 我们毫无立场 所以导论很重要的 就是要表明立场 他们所抱持的观点 特别强调 有破有立 在破的方面 两位作者说 本书认为 新诗史 要达到真正的可能 必须要率先破除 历来相关的 四个迷失 分别是 起源说 进化观 国族论 作者论 这些史观 涉及意识形态的选择 也涉及历史进程的看法 变迁动力的主张 诗人和作品的定位 诗作的诠释 以及评价 等等的问题 关于这四大迷失 在展开来说 我们先看 起源说 依照史学家 Blinders的说法 史学家在从事 历史数学跟研究的时候 不管如何武断 或者是偶然 他都必须要信赖 自己的本能 或者是天分 去订定出一个开头来 不同的文学史家 会设定不同的开头 历史的开头 虽然有所分别 但对于起源的迷恋 则是一致的 起源的存在 提供了一个 稳定不变的中心 史家能够依此 去制造 生产出 文学史的连续性 和传统 来满足 对于正本清源 连续一贯的追求 例如 他们就引用了 彭瑞金 台湾新文学运动 40年第一章 开中名誉 第一句话 说 台湾新文学运动 发为于1920年 在此之前 台湾的文学活动 这一陶醉于 起波联营 散布全台各地 失会失设的 旧文人 作为中心 这对他们来说 就是起源说 最典型的例子 那为什么起源说是迷思呢 那我们如何看待 台湾新诗起源的说法呢 首先 台海两岸代表性的史家 跟评论家 似乎已经在起义当中 找到了共同的看法 他们一次都认为 追风 也就是谢春木的笔名 他在1923年 用日文创作 而在隔年1924年 4月10日出版的 台湾杂志上发表的 诗的模仿四首 是台湾最早出现的新诗 古迹堂 这是大陆的学者 在他写的 《台湾新诗发展史》第二章 台湾新诗的发明 跟奠基当中 就说 追风的诗的模仿 应该承认 它是台湾新诗的烂伤 另外 陈前武则认为 追风的这四首诗 甚至形成了 台湾新诗的四种原型 以至于可以说是 台湾新诗是一次四种原型 延续下来发展的 烂伤说 更进一步变成了原型说 但是 这个说法对吗 或者 这个说法安全吗 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下 如果哪一天 在历史考证上 有了新发现 追风不再被视为 台湾新诗的第一个作者的时候 那像 陈前武 这样的一种原型说 还仍然具备有文学史的意义吗 新诗史以及文学史 想当然了 应该有一个开始 但这个开始 其实并不容易确定 那除了确确的时间源头之外 起源说的迷思 还包括台湾新诗 从何而出 这种说法 那在这里 两岸的论者 就分到亚标了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不能够把 新诗的起源 当作是这么重要 或者是这么关键 这是孟凡跟杨中翰 他们在写台湾新诗史 他们所提出来的 第一个 破的观点跟立场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最收听杨造谈书 七百页的台湾新诗史 作者是孟凡和杨中翰 在这本书要怎么写台湾新诗史 两位作者在导论当中 为我们做了非常清楚的阐述跟交代 其中先从他们要破的各种不同的观点 讲起 很重要的其中一项是国族论 他们两位作者就特别提醒我们 目前已经问史了的有关台湾文学史 或者是新诗史的著作 大半都有强烈的国族论色彩 也就是写史的人或者是史论家 都站在自己认同的国族立场说话 并且以此作为正当性的诉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 海峡两岸的文学史家 就有了很大的差别 就台湾本地的写历史的人来说 张扬台湾民族性是责武旁贷的事情 在此 国族论的迷思是以本土论的面貌出现 他们 孟凡和杨宗翰举得最重要的例子 是叶史涛台湾文学史冈 在这里 叶老他就表明了 要能够反映台湾民众心灵的文学 需要有一部详实的记录 来保存台湾民族的历史性 内心活动的记忆 言下之意 那就是他所写的这一部史冈 就是为了要记录台湾民族的文学活动 希望台湾民众能够了解 台湾文学以往的一段历史 正因为台湾史家的利益如此 所以台湾人的文学史就要台湾人自己来写 彭瑞金在台湾文学运动40年当中 也就表明了 如果以台湾文学记录台湾民族成长经验的角度来进行思考 我坚持台湾文学的政治解释权 还在台湾作家或台湾文学史家的手里 如此强调台湾民族的重要性 到了游圣观的手中 则是以本土论的主张出现 在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这本书当中 在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这本书当中 游圣观他把台湾文学分成三个历史阶段 日志时期他把称作为本土论的兴起 另外1950-60年代那是本土论的示威 另外再下来1970-80年代则是本土论的再兴 游圣观的本土论指涉台湾意识 而台湾意识正是宁肃台湾民族的基础 在Benedict Anderson他所写的经典名作当中 书名就已经表白了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而台湾意识就是这样被想象开创出来的 即使是陈芳明在他后来的台湾新文学史 提出了不一样的后殖民史观主张 所谓殖民族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国民党政权对位 仍然指涉了台湾民族 也就是陈芳明的殖民史观 仍然是对于两位作者来说 是本土论的陈昌暗度 相对于台湾本地的写史的人 在彼岸大陆他们所持的 那就必然是中国民族的国主史观 这里所说的中国把台湾含话进去 毫无疑问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 毫无疑问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理所当然台湾当代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大陆的学者他们书里面讲的都是 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海峡两岸的诗歌艺术 有着同样的基因 或者说作为中华民族诗歌艺术的一部分 百年来的台湾诗坦有不俗的表现 像古迹堂在他的书的序论当中就表明 编写这样一本书 编写这样一本书 目的是要从我们民族的立场出发 来探讨新式发展的共同规律 来探讨新式发展的共同规律与流向 那孟凡和杨宗翰就特别强调 不论是台湾的本土论迷思 或者是大陆的祖国论迷思 都属于一种本质性的思考 也就是他们引用 Dekita他所说的logocentrism 试问国族的本质是什么 在台湾本岛就只存在着汉族吗 就算不谈本地的原住民族 跟国府牵台的也有其他的少数民族 中国大陆的情况当然就更加的复杂了 Bernardine Anderson说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的的确确啊 史家所谓的我们的文学史 说穿了其实都是国族塑造工程的其中一部分 是跟政治鱼虎毛皮啊 所以身为历史研究者 其实并不应该在建构各种民族国家认同上 继续跟政府保持这种邪恶的结盟 而应该要曝露出这些认同 其实是多面的易碎的有待正义的 而且一直处于可以再塑造的状态 而历史研究者就只有将民族国家的概念 去本质化了之后 才能够帮助无人去防御民族主义的入侵和扩散 这是他们对于国族论破的部分 他们所保持的主要观点跟立场 那么在立的方面呢 两位作者就说 清理了台湾新事史的迷思之后 那这一部台湾新事史在写的时候 两位作者又如何可能与叙述 他们就先提到了 应该要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新事史的著述 当中做明确的选择 那三种呢 研究型 教科书型 以及普及型 因为这三者各有各的写作方法 各有各的评价标准 以及设想的读者 那就回到了这本书原来的规划 他们明白的交代 这本书最早的设想 其实是要写一部新诗的教科书 首先考虑到的是课堂讲授 而不是学术探讨 如此一来 在论述跟叙述方面 就要尽可能的广播包涵 来综合各家理论 以求论点平稳 可是如果一味地介绍转述他人的意见 只求面面俱到 这好像不值得写吧 本来各方的论点有异有同 异同当中一定要有所取舍 如果取舍 当然就无法避免主观 终究要有自己的见解涉入 那钻断也就在所难免了 于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他们所选择的写作立场 是向研究型的新诗史 跨出半步 另外半步希望仍然能够照顾到 课堂上如果要教这种台湾新诗史 所需要的这种内容 跟他所带有的教科书的性质 所以接下来 他们就陈述了几项 写台湾新诗史的时候的原则 一个是文本分析的原则 注重textual analysis的这种文本主义 从上一个世纪初期 俄国新诗主义跟英美新批评以来 已经有了百年的时间 再加上传统的修词学 或者是文体学风格写 乃至于语文学就是philology 这种批评的模式 显而见 这不是一个新的研究取经 由于这种批评模式或者是理路 已经被学界所显守 运用在新诗史的写作上 反而能够后发先制 免于意识形态的干扰 在这里文本的概念 指涉了两个层面 一个指的是文本的signifier 也就是指由字词句子段落章节等 所构造出来的形式意涵 另外一个指的是signified 也就是由物质形式所陈述呈现 以及内涵的讯息 它透显的非物质性的思想或者是意义 文本有这样两种层次的意涵 在诠释诗作的时候 就不会也不应该 只是精精计较于 语言跟形式层次的分析 而要深一层的去挖掘 文本的内在思想或者是意义 那再下来 当然关键的问题 什么样的诗人作品 应该被选进到这一部新诗史当中 茫茫诗海 优异的作品那么多 驱舍之间当然不容易 经过了思考之后 这本书采取了三个标准 一个标准是创新性 也就是关键在于 尤其讲到新诗现代诗 就最忌讳模仿英习 所以originality 独创性就成了品评一首诗 好坏或者是高下的标准 创新性也就是独创性 指的是诗人采用心颖 而不是传统 或者是规范的题材形式跟风格 来进行创作 新诗所追求的是日新月异的新风格 所以有一些诗人 就是因为他们的题材吸引 或者呈现的方式具备有开创性 所以就入选了 接下来第二个标准是典型性 the typicality 指的是文学作品能够呈现 社会的整体性 而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 以及灵魂的矛盾 可以凝聚在典型当中 交织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 不过在这里 他们所运用的典型性typicality 尤其是特别指诗人的作品 在发表的当时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代表着一个创作的类型风格 乃至于较细微的表现的手法 在类型 风格 表现手法 各方面的代表性 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而逐渐有了形成经典的可能性 在这里 他们特别提到了几部诗作 水印瓶的燃烧的脸颊 林亨泰的风景 洛夫的十字之死亡 伤情的梦获者黎明 亚旋的深渊 周梦迭的黄昏草 罗金的录影诗学 吴胜的无相印象 夏宇的备忘录 陈克华的欠的块头饰等等 这些都是准经典 那第三个标准则是影响性 那就是指的诗人的诗作 对后来的诗作或者后来的诗人 在作品的题材形式或风格 有过影响甚至造成冲击 如果诗人的作品 对后来者的影响既深且广 在垂直面而言是深 时日已久 也可以奠定他宗师的地位 在水平面说广 那同时代的诗人 有很多人跟随 就可以变成一段时期 乃至于一个时代的风潮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准 透过这三个标准的交错 于是而产生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开头就为大家大略的介绍 台湾新诗史 由孟凡跟杨宗翰 他们选了哪些台湾的重要现代诗人 进入到他们的历史的事业当中 这本书就是联金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书 台湾新诗史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